大家好,分享一下金正贤的消息 金正贤在2018年出演《时间时》 因为拒绝与女主徐贤牵手 中途退出拍摄等系列态度问题而引发了争议 当时金正贤回应称 自己是因为过于投入角色而患上了抑郁症 上个月金正贤因绯闻以及与经纪公司的纠纷再次引发话题 导致他出演《时间时》的态度问题也再度遭到了网民的口诛逼罚 还有媒体爆料金正贤当时的一系列态度问题是遭到了徐瑞芝的操控 金正贤今天也就是5月12日通过有人向媒体提供了 自己2019年1月7日到2021年4月10日期间 接受抑郁症治疗的诊断书 以证实他当时患有抑郁症的主张并非谎言 金正贤的友人表示 金正贤在出演时间前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抑郁症 为此他一度考虑放弃出演该剧 在提前退出时间拍摄后 金正贤才得以接受治疗 对于金正贤友人的爆料 正在与金正贤进行诉讼的经纪公司表示 当时从没听说过金正贤患有抑郁症 如果当时患郁症严重 公司也不会让金正贤出演时间 这是他目前的一个状况 与症挺可怕 对艺人来说 希望快的渡过难关 谢谢